今天我们来做夏天最不可缺少的饮料 酸梅汤 我们先准备15克橙皮 25克山楂 30克乌梅 10克洛神花 6克甘草 5克桑圣 2克薄荷叶 加上适量的清水清洗一遍 这些材料都可以在药店买到 捞出来把水倒掉 再加水没过它们泡上30分钟 泡好的直接捞出来放大锅里 加上3500毫升的清水 喜欢味道重的可以少加点水 大火把它们烧开 水开后转中小火煮30分钟 时间到关火 加上200克的冰糖 搅拌搅拌 晾至常温 晾至常温后把里面的渣捞出来 用滤网过滤到湖里 防止有残渣影响口感 冷藏两个小时以上口感更好 现在已经冷藏好了 颜色还是十分诱人的 酸酸甜甜冰爽解腻 吃火锅的时候来上一杯就更惬意了 虽然很好喝 但是大家不要像我一样 一次喝那么多 好撑啊 大家赶紧试试哦